南北朝鲜,谁德国更正? 10月5日,韩美联军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4枚地对地导弹, 其实是发射了5枚,南朝鲜有一枚玄武导弹发射失败了。 我们往前看,10月4日,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从日本青森线上空飞过,高度970多千米, 飞行约4600公里,速度17马赫,吓得日本人目瞪口呆。 我们再往前看,从9月30日开始, 美日韩三国就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演, 不但发射各种导弹,还有战机挂在实弹模拟攻击。 假想敌是谁?不用我说,大家都清楚。 提醒一下,朝鲜战争并未结束, 当年板门垫签的是停战协定, 朝鲜政权和南朝鲜政权并没有互相承认。 双方这两天之所以互设导弹示威, 是因为美伪军这几天正在联合军演, 然而南朝鲜伪军的导弹还发射失败, 掉在演习场爆炸引发大火。 自尹熙悦上台后, 南朝鲜就彻底绑在了美帝国主义战车上, 不但设驻北约代表部, 还实际参与了美国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攻击。 有些仗如果往前算的话, 大家面子上就都不好看了。 历史上并没有什么韩国, 那叫美伪军里程晚步。 南朝鲜、北朝鲜最初并不完全是地理概念, 而是分属不同阵营的两个政权, 一边是抗日反法西斯的共产党和左翼, 另一边是从日伪军到美伪军的右翼还乡团。 北朝鲜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他们坚定的反法西斯斗争, 从三十年代起,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与中国人民在一起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 1932年4月25日,金日成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 1934年3月,金日成将反日人民游击队扩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 在金日成率领下,朝鲜人民革命军转战中国东北各地。 1945年,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率领下积极参加解放祖国的战斗, 解放了朝鲜北半部他们和我们的抗联将士。 东北民主联军的将士们曾是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 金日成本人也曾经是杨靖宇总司令会下的第二军第六师师长, 而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毫无合法性, 整个官僚系统来自于日本执迷事情, 政府高官,财阀都是日寇豢养的朝鲜, 甚至还为虎作娼侵略过中国, 作为二鬼子在中国犯下国累累血债。 据日本厚生省当年的统计, 二战中朝鲜人含人日本兵总数为242341人, 但由于美军的包庇, 这些人大量在战后很少得到清算, 反而堂而皇之加入了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 南朝鲜伪军中有一些名字, 大家都认识, 比如朴正熙日本名高牧正雄, 韩国前总统, 满洲国新京军官学校毕业, 日本在中国战场撤退时, 高牧正雄证任满洲军步兵第八团团长副官, 满洲军中尉金西元, 日本名金山西元, 毕业于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中战场上, 任日本陆军大佐, 后任参加朝鲜内战, 任师长, 后任韩国国会议员, 白善业, 满洲军将校, 韩国陆军大将, 韩国陆参谋总长。 1939年, 朴正熙为甚至不惜以血书请愿, 希望加入朝鲜志愿军, 并在中国东北作战。 1945年1月, 随部队倾角抗日武装力量, 朴正熙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新的破坏分子的评价, 而晋升为中尉。 这帮二鬼子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是比日本鬼子更凶残无耻的存在。 南京大屠杀中, 一些当时幸存的老南京当时是收尸队的回忆,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 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须于日本兵。 现在工人新村的南京汽车集团退休职工王克贱老人81岁回忆说, 很多不带钢盔的鬼子兵韩籍士兵没带钢盔强奸女人后, 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套在女人头上, 还起名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日本关东军中, 还有一支双手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朝鲜人部队建岛特赦队, 这支300多人的部队全部由死心塌地效忠日本的朝鲜人组成, 负责讨伐、镇压东北的抗日革命, 从1938年9月成立到日本投降, 一共讨伐了108次杀害朝鲜人3000余人, 中国军民172人, 在东北臭名昭著, 李承晚在1948年8月单方面宣布成的利益大韩民国中, 200名国会议员竟然有7日韩奸地主84人, 买半资本家32人, 日本殖民时期官员23人, 几乎完全把控了话语权。 而二战后, 南朝线尾政权在美军的支持下直接分裂割据, 暗杀左翼人士, 屠杀朝鲜民众, 犯下的罪孽同样庆祝难输, 如釜山一地就发生了万人大屠杀, 再比如庆上南道的25000人大屠杀, 以及原国家教导团所管辖的3万人大屠杀, 南朝线尾政权做的事情和还乡团没有区别。 在汉城南部90英里处, 有一条山谷, 这里有7000左右的人被屠杀, 事情发生在1950年7月, 关押在大田监狱的左翼人士, 共产党员被用大卡车拉到这里, 每个犯人都身穿白色的衣服, 被反绑双手, 面对山谷下面的土钩, 站成一排, 然后警察从后面朝他们的后脑勺一起开枪, 枪声过后, 一排尸体全都跌入山谷, 就这样, 最后尸体堆满了6条1英里长的身钩, 当时一名美国军官曾经前往看到了这一幕, 他说那是一个载火机的血腥场面, 在山谷之中, 每个犯人都身穿白衣, 他们的双手被铁丝捆在身后, 犯人们低头弯腰, 面朝着土坑等待着自己的宿命, 韩国军人和警察, 成排地站在犯人们身后, 开始朝着犯人的后脑射击, 犯人被击毙后, 尸体栽倒在挖好的土坑中, 有不少犯人并不是共产党员, 他们是被捉来的普通平民, 这些人本不该被杀, 他们连共产主义的概念都搞不懂, 2002年, 台风席卷了韩国的大部分地区, 将一处屠杀者挖的墓葬坑掀开, 受害者的遗骨暴露在外, 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罪恶, 一家电视台, 在考察一座废弃矿井的过程中, 在浮土下发现了大量受害者的骨孩, 2005年, 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炫, 组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开始调查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恐怖事件, 在三年的时间里, 结合美国档案馆给出的绝密档案, 委员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官网中, 我们能了解到这样的信息, 当时, 委员会组织人员, 对100多个屠杀掩埋地中的四处进行挖掘, 总共从墓葬坑中整理出400多具遗骨, 几乎所有的遗难者的头骨上都能找到清晰可见的弹孔, 而绝大多数遗难者的壁骨上还缠绕着已生锈的铁丝, 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曾表示, 遗难者人数最多的是没有被人民军占领过的地区, 有必要查明美军在事件中的角色, 因为有关的照片数据可以推断, 美国军方参与了对平民的种族灭绝, 虽然当年的韩国政府方面表示为查明屠杀真相, 要在全国范围内对168个屠杀的进行遗骸挖掘工作, 但随着卢武炫的自杀, 直到今天,168个遗址中仅有7.7%被挖掘, 且后续工作已经全部中断, 也就是说, 东亚的法西斯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东亚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没有彻底胜利, 朝鲜半岛的状态和台海的状态是一样的, 都缺一场真正的统一和解放, 俄会用核武器吗? 中国已有态度, 俄乌战争, 最近美国对乌克兰支持力度很大, 乌军不断在对俄军的进攻中取得战果, 譬如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就被乌军给拿下了, 根据披露的消息, 红利曼之所以被乌军攻下, 原因是俄军在红利曼仅有数千人, 但乌军进攻红利曼的部队不断集结高达五六万人, 如果俄军不撤, 军力对比可能将达到恐怖的1比5到1点10分, 一旦俄军被围就可能被全部吃掉, 最后俄军被迫撤了, 与此同时, 乌军在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地区都在进攻, 虽然乌军还未能取得突破, 但俄军同样压力巨大, 现在看来反而看起来俄军成了被动的一方, 俄军现在的局面, 当然与俄军兵力少而需要控制的面积大有关, 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俄军在战场上的被动, 在我看来, 俄军最近的被动除了兵力之外, 还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 俄军的情报能力明显不如北约支持的乌军, 如果注意观察, 会发现乌军更能看清战场上的部署和形势, 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俄军进行打击, 而俄军看起来就比较被动, 包括从红利曼撤退回来的俄军的表述, 都明显看出来俄军在情报方面明显不如乌军, 那么, 俄军为啥情报能力不如乌军呢? 在我看来,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乌军在情报方面完全接入了北约的系统,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支持乌克兰打仗, 北约在情报方面比俄罗斯要强大很多, 所以战场上俄军是明显被动的局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俄罗斯的常规战争能力是和美国有明显差距的。 二, 俄军的调动指挥能力不如乌军, 缺少快速穿插打击对手的能力, 我们再看最近的俄军, 调动指挥方面感觉有些失灵了, 前线战场和后方对前线的指挥脱节, 前方战场的需要无法得到响应, 譬如从弘利曼撤退回来的俄军抱怨说, 他们要求后方给予炮火和空中支援, 然而后方没有任何响应, 没有任何响应意味着, 俄罗斯的调动指挥系统出了错误, 因为你哪怕是暂时不能支援, 那也是需要响应的, 并且指挥前线该如何应对。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驻扎在各个地区的俄军, 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联动, 也没有看到跨地区的机动作战, 就是守着各个重镇等着乌军不断集中起来对局部俄军构成巨大压力, 甚至像弘利曼这样的局部优势。 很显然, 这说明俄军高层的调动指挥能力已经失灵, 这种失灵, 一则说明俄军的情报系统存在问题, 也就是说对乌军的情况掌握得不够, 二则俄军的后勤支援也存在问题, 所以, 最终我们看到一个缺少穿插配合, 只有被动挨打的状态。 虽然, 俄军现在投入的兵力上不够, 但事实上俄军和原来顿孽茨克, 卢干斯克地区的兵力加起来并不少, 俄军的十来万加上这两个地区的武装, 最初是三十多万, 哪怕有折损十万现在也应该还有二三十万吧, 这个兵力总体上依然比乌军还是有优势, 只是需要防守的底盘大, 局部压力大, 然而, 只要情报系统, 机动指挥, 后勤补给跟上, 至少是不至于打这么难看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俄罗斯刚刚也换帅了, 根据乌克兰某网站报道披露, 因为俄军在乌东前线战士接连势力, 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总指挥, 俄西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朱拉夫列夫, 已经被解职了, 接替他担任西部军区司令的是中将罗曼别尔德尼科夫, 他曾担任过驻叙利亚俄军总指挥, 三, 俄军的常规武器系统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 从这次俄乌战争的发展情况看, 最初乌军之所以被打得稀里哗啦, 原因是俄军为这次突袭准备了足够的武器, 所以非常迅速就炸毁了乌军的海空军和防空系统, 乌军在俄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当转向地面战的时候, 俄军啃下一些地方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譬如亚苏钢铁厂等地区, 而从最近两三个月的战争状态看, 俄军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确是有很多明显短板, 譬如当美国支持了乌克兰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后, 俄军明显打起来就吃力多了, 一方面,俄军的情报系统以及武器系统使得它把海马斯炸掉变得比较困难, 原因是海马斯的射程达到了70公里, 俄罗斯缺少先进无人机的情报系统支撑, 没办法及时对海马斯进行快速定位和快速打击, 或者说哪怕发现了, 也没有足够多的精准制导武器来快速打掉海马斯,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俄军在战场上明显出现了被动局面,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美军把射程高达两三百公里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给了乌克兰会怎样, 那样乌军就能隔着顿巴斯地区打击俄罗斯本土了, 哪怕不打击俄罗斯本土, 也意味着乌军对俄军存在部分优势火力, 那么俄军的火箭炮系统呢, 还有像类似于超级炸弹这种武器系统呢, 都没看到使用,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俄军在现代化军事领域方面的确落后了很多, 乌军在北约加持后, 明显比俄军更加先进, 这是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 现在看, 谁也没想到俄军在战场上最近几个月会打得这么拉垮, 但这就是大争之势的一些变数所在, 正是因为俄军打得拉垮, 才使得美国认为有了打趴下俄罗斯的机会, 于是拜登政府明显加大了援助力度, 这么一打, 对中国就是有利的, 因为美国追加了在俄乌战场上的投入, 俄罗斯是大国, 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也必然会增加投入, 如此俄乌战场打的时间就长了, 这客观上不仅仅俄罗斯得权力投入, 也必然会牵制美国的精力, 美国挑拨中欧对立的难度就会加大, 台海局势演化的节奏也会拉长周期, 俄罗斯在常规武器核战法上虽然落后, 但俄罗斯核武器太厉害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俄罗斯一直小心翼翼的根本原因, 若非有这些超级核武器, 北约早直接下场了, 也就不用打代理人战争了,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之前已经把核武作为其确保俄乌战争胜利的战略支点, 即如果俄罗斯本土遭到入侵, 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 现在包括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已经公投加入了俄罗斯, 这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 那就意味着如果这些地区受到攻击, 俄罗斯打的就是卫国战争, 按照普京之前的宣示, 俄罗斯就有全动用核武器, 对于这一点, 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和美西方都是不承认的,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如果北约支持的乌军真的在这四个地区不断取得胜利, 俄军面临失败之时, 俄军会使用核武器吗? 在我看来, 虽然这种概率较小, 但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的看法是, 俄军在被逼迫到退伍可退的情况下会使用战术核武器, 虽然现在俄乌战场距离那个极限还远得很, 但真到了极限时, 俄罗斯应该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原因也很简单, 战略上俄罗斯已经没有退路, 美西方和乌克兰已经把所有俄罗斯可能的退路都堵死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泽连斯基甚至签了一份不与俄罗斯谈判的官方文件, 这也就是说双方实际上只能在战场航舰输赢, 那么如果俄罗斯面临失败, 普京为什么不用核武器呢? 虽然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但我认为在俄罗斯未来面临崩溃和使用核武器之间, 俄罗斯人会使用一个二战时期打过为国战争的国家, 不可能在国际压力面前妥协, 不过我并不认为局面会发展到那一步, 因为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军事强国, 它现在的被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 是早前对战争估计不足, 准备不足, 以及自己常规武器落后导致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局部动员的兵力都还没到位, 而乌克兰都已经动员到大学生了, 也就是说俄乌战争可能变成一个战争的绞肉机,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仗最终可能变成拼人口, 拼军工生产能力, 然而一旦俄罗斯要好起来打, 乌克兰依然不是对手, 譬如俄军再投入30万兵力到乌克兰, 乌军还有更多兵力投入吗? 已经动员到大学生了, 那么在接下来动员谁呢? 动员妇女上前线吗? 其实,关于核武器方面, 中方在9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 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上,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议发言上就做了明确表态, 耿爽表示,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一国绝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安全,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全球安全倡议,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中方长期主张, 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特殊, 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和实质削减各自核武库, 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和裁军创造条件。 耿爽的表态中, 一方面就是中国在俄乌战场上的态度, 一国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安全, 譬如, 俄乌战争就是北约东扩的结果, 若非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威胁俄罗斯, 俄乌战争不可能爆发,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中国长期主张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尤其是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特殊, 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和实质性地削减各自的核武库。 中国当然不主张使用核武器, 但如果美国逼倒俄罗斯不得不使用核武器, 并最终导致核战争, 那是美国和俄罗斯共同的责任, 是美国为了谋求自身安全而损害俄罗斯安全, 并最终导致俄罗斯的过分行为。 当然, 如果俄罗斯真的使用了核武器, 最终倒霉的肯定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要挨核弹。 如果俄罗斯真的对乌军用了战术核武, 美军真的会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核武吗? 不可能。 那么, 俄罗斯会对美西方用核武吗?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媒体最新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和不扩散和军控司司长叶尔马科夫 在向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致信中表示, 俄罗斯完全遵守拥合五国领导人 关于不可发生核战争的声明。 该信件由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沃伦佐夫宣读, 报道称, 沃伦佐夫表示, 我们认为,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保持五个核武器国家都遵守, 不允许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任何战争的假设。 拥合国家领导人一月份的联合声明中反映出这一点, 俄罗斯完全遵守这一点。 俄方的意思是, 我们是不会对有核国家动核武的, 但这里显然排除掉了不对乌克兰动核武。 也就是说, 俄罗斯保留对乌克兰动用核武的权利, 只要拥合国家如美国不对俄罗斯报复, 俄罗斯就不会对他们动核武。 根据最新央视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当地时间10月4日表示, 已有20多万人通过部分动员加入俄罗斯武装力量。 这部分人员将在训练完成后与已经参与作战的部队一起执行特别军事行动。 由于这些动员的兵力基本都是俄军的老兵, 所以训练时间不会很长, 估计到年底就能完成。 所以, 接下来战争会扩大规模。 我们且往下看吧, 乌克兰这是真的准备按美国的意思达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了吗?